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说这个男生 是不是不够爱这个女孩啊 他是不是不太把这个女孩 放在心上 然后这个爱也太理智了 怎么能分得这么轻 拎得这么轻 后来我就发现不对了 就是你有点小作 你说人家刚才回答 那个赵传老师的那几个问题 你就马上说人家声音小什么的 就在你的恋爱观里面 你其实对你的另一半 是本身有一个固有的模式的 就是它应该达到以上几点几点 它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 你觉得它没满足你其中的一点 就是它不爱你 它不在乎你 我们接下来说这个异地恋的问题 你现在纠结就纠结在异地恋 这个事上是吗 对 我给你讲一个事 我有一个很好的闺蜜 她跟她的男朋友出到了七年 然后大家都说赶快结婚吧 赶快结婚吧 七年之痒 不结你就结不了了 嫁不出去了 我闺蜜就说了一句话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她说 如果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扛不过这些爱情的歪理的话 这个人我宁愿不嫁 姑娘这个话我送给你 就是这个人 如果真的你们两个人感情 够深厚 能够扛过很多事情的话 异地恋不是问题 最重要是看你要的是什么 和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你 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的理科男的 比较木头的这种的一个男生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喜欢他 你觉得他真的适合你的话 你不要对自己那么否定 就是对未来有那么多的 抗拒的东西 所以就是放松心态 还有就是不要把它放在你 既定的那个恋爱观里面 好吧 谢谢